中共官員全色交易成了紅潮墨象的一個縮影 長期對中國局勢提出準確預測的大紀元時報 已在年底盤點了今年落馬的十大中共高官 前政法委書記周永康 統戰部部長令計畫 原軍委副主席徐才厚分別站上了前三名 而其他榜上有名的黑幕 與前黨魁江澤民集團的關係 大紀元也都做出了詳細分析